大家經過了這一天 今天這一整天也聽了很多前輩的演講 我也獲得了收益良多 那今天我在最後這一場不敢說壓軸 但是就是分享一下我這一兩年來 在我文業科技裡面解決一些JVM的問題 這邊是我的大概工作經歷 然後在Oracle Erics裡面也認知過Sales Consultant 然後也有當過Architect 現在在文業科技當中Architect 那這是我的著作 包含CB Java 5跟6人專業認證手冊翻譯 還有翻譯最近一本是Java效能優化子彈 那去年我也在Java Development 2014 發表過Java GC原理調教和新發展 那關於Java的GC 那我相信各位可以去看一下我去年的Presentation 或是這本書 那他會跟各位講一下 一般Java GC我要怎麼做一些調教 但是Java GC調教是不是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咧 當然不是 大家會參與今天的最後一個Session 一定是碰到過這個問題 Auto Memory Error OK 那碰到Auto Memory Error 通常稍微有經驗的會去調教 Java N 檢查NX 檢查Max Point Size 這幾個參數 到Java 8以後就是沒有Metal Size 是Meta Size OK 那 調了之後不行 下一步怎麼辦 要定期Restart Day to the End OK 所以我也常常聽到人家講 Java就知道Restart 不知道要幹嘛 那通常聽到這句話 我就是通常習慣是把它做出記憶 OK 今天 我就是要跟各位分享 如何解決Java的Auto Memory Error 我也不能說我今天提出的方法 可以百分之百解決 但是至少可以讓各位 碰到Auto Memory Error的時候 有一個入手點 那我也拿我過去的經驗 跟大家Share 我過去是怎樣解決的 那在我們跳入怎麼解決All One之前 我們第一個要先稍微了解的是 Java的Memory Management的基本機制 OK 了解它你才知道Java怎麼做GC 再來我們再介紹我們的殺手鍵Tool Eclipse Memory Analyzer Tool 然後再來我會介紹我的實戰經驗 這又是一個重點 OK 現在我們來介紹一下基本的Java Memory Management 講到Java Memory Management裡面 除了大家常聽到的Heap之外 還有一個Stack 非常重要 OK 大家必須要非常的清楚 Java裡面 所謂的Variable Local Variable Instance Variable Object 它們各自在什麼位置 當你了解它在什麼位置 你就知道它什麼時候 這個物件有資格被做GC 當你知道它什麼時候有資格被做GC 你才知道說你的程式要怎麼寫 才不會有AutoMemorial 那很快給各位看一個動畫 OK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現在寫了一行程式之後 通常就會在Stack 不是通常 它就一定會在Stack 建立一個叫Stack Grand 裡面我們先告一個Local Variable M1 不是 我們先告一個Local Variable X X就會出現在這個Stack上面 下一步 M1 去呼叫M2 OK 裡面有一個Local Variable Int 所以一樣 在Stack上面 會多出一個Stack Frame M2 這裡面 會把這個Local Variable B跟C 放在這裡面 那Heap在哪裡 Heap的目的在什麼 這時候我們可以看到 當我們要呼叫另外一個Message M3 這裡面 它去New了一個 叫做Account的這個物件 而Account這個物件裡面有兩個 Instance Variable 這時候就不是Local Variable Instance Variable P跟Q OK 在我寫這行程式 New Account的時候 它就會在Heap裡面 產生一個物件 當我宣告一個Local Variable Reference 這一個Local Variable 會出現在這個Stack 這個等號 把它們兩個做個連結 強力的連結 Strong Reference 在這個Reference Reference起來之後 到我程式跑完 我需要把IEF設成路 不需要 在這個Scope 這個Live Scope 這個Message Scope 結束之後 這個連結 就會結束 這個Message Stack 就會被出 那這個物件 我們就叫它說 它是有資格被做G7 這個觀念必須要非常清楚 Java有所謂automatic GC的機制 但是呢 你必須要知道 它什麼時候會被做G7 你才知道說 它什麼時候 你的程式要怎麼寫 才不會有automary error OK 所以各位看到 當我這個物件 沒有被其他的Local Variable 或是其他Class Loader Variable Reference的時候 它就有資格被做G7 它就不會造成 我們Memory 應該說automemory的一個Local 好 所以我們再看一個 通常 Java在做G7的時候 會做什麼事情 所以一樣 這邊就是我們剛才講到的 Back Frame 當Java碰到 記憶體不足的時候 它記憶體會一直用一直用 在Young Generation Old Generation 一直長一直長 長到 它 長到bundle裡的時候 它才會開始Trigger做G7 不論是YoungG7 或OldG7 這些機制 相信各位可以去Reference 我去年的頭影片 裡面有比較詳細的解說 那 所以這時候 當JVM碰到說 我要開始做G7 那基本的運作原理 大概是它就從Stack裡面 開始往外去Trace OK 這幾個物件都會被用到 紅色的物件是 沒有一個 不會被 所以 紅色的物件 則是不會被Reference到 這時候 就像我們剛才看到的 看那個物件 它就有資格被做G7 所以 變成下一個動作 就是把它清除掉 OK 這是一個基本的 Java的G7 的原理 再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Tool Eclipse Memory Analysis Natalized Tool NAT NAT 基本上是一個 Open Source的Tool 那我把它當作 是一個 就是我們在做 類似做犯罪偵查 做CSI的一個Tool 有了它 基本上 我們可以利用它 來分析 我們Java 所產生的HIP 這個HIP Dump 基本上 我們就把它做 是一個Body 屍體 那你程式 假設你有設定這個 KEEP Dump On Auto Memory L 的時候 那你碰到OAM JVM 自動會把 它記憶體裡面 KEEP的資料 全部Dump出來 這個Body 這個屍體 你就可以把它搬到 NAT裡面 去做分析 因為可以給你 非常多的Linformation 為什麼 因為它基本上 是把你的JVM 當時的 所有的資料 Dump出來 OK 那你在不同的JVM裡面 你會有不同的參數 包含HotSpot Orogo JVM IPM JVM 那這些參數不細講 各位可以去Linformation 這個文件 沒有跟各位講 你怎麼去抓這個Dump 還有你可以像Communite 去抓這個Dump 所以 再來跟各位介紹一些 NAT上面 一些常用的 Communology 一些素語 OK 包含Sharrow 跟Retain的HIP Sharrow HIP 基本上就是指 我這個 我這個 本身這個物件 所包含的 大小 那Retained HIP 就代表說 當我這個物件 被GC掉之後 有多少的物件 會被我一定 帶走 這叫Retained HIP OK 所以我們通常會看到 Retained HIP會比Sharrow 大 那假如有 它是一個Lucose的原因 可能的話 那它會大非常多 那所謂的GC Root 就代表說 這個物件 被移除掉之後 剩下的物件 就 它是一個 最根本的 就像我們剛剛看到的 在Messor 在Stake裡面的 Local Fariot 它被一清除掉之後 後面就 所有的物件 都有資格被做GC 所以是GC Root 再來 所謂的Paste to GC Root 還有Murge ShortivePaste to GC Root 是什麼意思咧 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物件的 剛才那張圖 所以Paste to GC Root 它就會幫你從 比如說我們從H開始 它就幫你把 從H到它的GC Root 這條路徑把它抓出來 所以它是從 這個Packet到GC Root 這個Paste把它印出來 再來 MergeShortivePaste to GC Root 它是反過來 它是先找到GC Root 然後幫你把它長回去 所以這兩個 基本上是類似的 但是方向不同 OK 但是 因為這個Paste 會有很多條 所以MergeShortivePaste 它會找到一條 最近的這條路 把它展現出來 給你看 那這些都是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Auto Memory Error 的Root Cause 就是有一個物件 跟我有關聯 不管是多遠的關聯 它被Keep住了 它沒被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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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沒辦法被Release OK 這物件一座的話 你就整串的Memory 在有一堆Garbage 用不到了 在你的記憶器裡面 最終會OON 所以GC Root 對我講相對非常重要 再來 還有一個比較Compused 比如說Out Counting OK NAT裡面看Out Counting 是什麼意思 Out Counting 基本上就是說 它會列出來 從我這個Target物件 往外找 我包含哪些物件 然後你從裡面 可以一直點 把它點進去 你就會看裡面的內容 內容很重要 OK 再來 In Counting Reven In Counting Reven 就反向了 我可以看到 我的Target 比如說是C 我可以看到說 誰包含我 然後一樣 一個一直點 一直點 我就可以一直把它長進去 所以Out Counting 跟In Counting 基本上一個就是 我包含的 一個是包含我的 兩個不同的方向 OK 有這些基本的 NAT的基本認識 我們就可以開始來去 分析這個Heap Dump 那我們先拿一個 最基本的例子 大家常做的 Web Application 所以一個Heap Dump 來做分析 這就是某一天 有一個系統 突然Heap Dump OK 大家可以看到 哇4G 這麼大 那 再來下一步怎麼辦呢 OK 下一步 欸 NAT有一個很好的功能 在底下有一個 叫做Leak 對 OK 那我就把它點進去 我就看到了 欸 它跟我講說 Scoreable Result State Out of Memory 它是一個Look Close 這樣就結束了嗎 成就結束了嗎 OK 大家回想這個場景 這個系統 是前人開發的 前人不知道幾手 幾手之前 可能是3年5年10年前開發 有沒有留文件 沒有留文件 今天跟我講 是Global Result State Out of Memory 我能怎麼處理 我沒辦法處理 所以通常有人說 啊 就把它restart OK 我們要做的不是這樣 沒有這麼簡單 我們可以繼續往下看 記得 這個Heap Dump 是你的 這個Dump Dump出來的 所有機器內容 你可以往下鑽 鑽到你所有的內容 所以我開始往下鑽 從這個Heap Dump 這個最大物件裡面 去list the object With Outgoing 大家記得 Outgoing 你怎麼了嗎 我這個物件包含哪些物件 鑽進去 OK Sclobal Result Set 有這些東西 記得 它是Heap 它把你的所有 Memory資料 Dump出來 假如知道它的資料結構 你要怎麼知道 一個是 Decompiler 或是看Sourceport 或者說 你覺得 你沒有興趣 Decompiler 點點點 把它點點 試著點點看 裡面包很多Information 在裡面包含什麼 Sclobal Result 點進去有SequelObject 裡面有SequelBath 把裡面的Value Copy出來 裡面就是什麼 Sequel 我等一下找到第一個線索 是什麼Sequel 導致這個 這個4G的記憶體被葬住 好 只有這樣子嗎 只有Sequel還不錯 我可以開始去程式碼 去Search這個Sequel 可是我想要拿到更多的Information 可以 下一步 還記得我們剛才講到的 Merge Shortest Path 去GC Root 我要知道說 我這Sclobal Result Set 是被誰贊助的 是誰把它咬住的 讓我沒辦法release 所以我去做這個 Merge Shortest Path 那這時候 裡面有一些選項 請先各位 exclude All Phantom Week Soft Reference 因為Java其實除了 我們剛才提到的 那個等號的Strong Reference之外 有很多其他Reference 大部分的Reference 在GC之前 或者在Automary之前 會被清掉 所以那不是我們care 所以我們把它 exclude 掉之後 下一步就找到了 欸 這是一個Strade 我找到Strade 還不錯 可是找到Strade又有什麼樣子咧 基本上 在這個點 還沒有帶太多Information 再去點 List Object 把它Outgoing 打開 請問我現在就 啪啪啪啪 跑到GC Root 我從這個GC Root 往下找 我要看這個GC Root 包含什麼Information 有沒有其他線索 OK 收聽一下By ClassName 這是一個Thread 一看到 這個Thread裡面 有可能看不清楚 它是一個HTTP的Thread 代表是有一個 Servative Request 把我這個 程序咬住 所以 我從這個Thread裡面 再去找 裡面有Catalina Connect Request 裡面還有什麼 Host的Data 所以我再把Host的Data Copy出來 裡面就是什麼 這一次User 所下的 HTTP Request的所有參數 就列出來 好 除了這些還有什麼 記得 它KeepStump 它包含所有的Information 所以我們再繼續看 現在 在裡面還有什麼 HTTP的Request Attribute 所以我從裡面找 Request Attribute的Table Hash Table 裡面就會看到什麼 它的Paste 代表這個User 是點哪個Paste進來的 Url Paste出來的 再來裡面有什麼 這個程式裡面 把UserID放到Request裡面 就可以知道 這個User是誰 是誰在操作這個 導致這個問題的 OK 因為有些人說 有些資料 我不只放到Request Session也很重要 所以Session能不能抓 當然可以 Request Session Attribute 頂下來 反正這個投影片 最後會放到網路上面去 各位可以去抓 這些細節 各位可以不用看 但是各位看到 所以我還是可以把Session 裡面的資料抓出來 OK 這個是一個Strauss的Input Spring的Asian Form OK 好幾年前寫的 好 除了這些基本的東西以外 我還可以做到什麼事情呢 我們從這個Straight裡面 加發Basic 再點進去 所謂的Straight Overview 和Straight 我可以看到說 在我Dump的這一點 這個有問題的Straight 它的整個Straight 長什麼樣子 在這裡面呢 我可以看到每一個裡面 包含它的物件 包含LocalVariable 它當時是什麼樣的Value 裡面的內容 我可以再把它抓出來做分析 OK 所以到了這一點 基本上 我已經把這個屍體 枝解的差不多了 該拿到的線索 我也都拿到了 所以呢 我們從這裡面 get的到什麼東西呢 包含SQL 包含HTB Request Session的Value 包含Straight 包含Straight 包含Straight裡面的 每一個LocalValue 我都可以知道 所以基本上 我可以get到 Anything的Hit OK Anything的Hit 只要你知道它裡面的結構 OK 當然 各位看 剛才那點點點點 好像很快 那當然是 花了我蠻多的時間 去把它train出來 那各位 在你們各自的系統 你們有Source Call 沒有Source Call 你們可以decompile OK 很苦我知道 不過我也常常做這種事情 你可以找到 我們一樣的線索 所以下一步咧 我們知道UserID是誰了嘛 我們從UserID 知道User是誰 所以我們就跟User溝通 欸 確定它是什麼樣的行為 再來 做Call Review 確定 這段Call 從上面的這個Pace 我找到它相對的Servorator 是知道它裡面Code的行為 也知道說 是因為當時的Quarrie的畫面 沒有加查詢條件 所以User 一預設到這個畫面 就按Submit 所以資料就 沒有帶任何條件下去灑 OK 所以我們和User 導論在這查詢的畫面 加上預設的條件限制 加上去之後 這個問題就不再發生了 這個問題就不再發生了 所以我們就解決了 這個Automain問題 下一個Case CaseRoder CaseRoder 基本上也是各位 比較常見的問題 這個問題會發生是 什麼原因呢 會什麼狀況 OK 在Java 8以前 你們常會看到的 我的程式 Deployee到Concade 比如說到其他AP Server Deployee好幾次 沒多少次 就Automain Memorial 然後Percent Space 到Java 8之後 Percent Space被換掉 變成Meta Space OK 變成Meta Space 其實也要小心 因為它佔的不是Heap 它佔的是 實體的OAS的Memory OK 如果你不設限 它就不設限 所以你的OAS 有多少記憶體 就有可能被它吃掉 被它吃完 所以你到最後出現了 搞不好 不是JVM crash 是OAS crash 所以這個要小心 好 這個是用Visual VM去Monitor 這個 有問題的Application 我 重新履遞 Deployee多次 那在這個Meta Space 裡面就可以看到 它一直漲一直漲一直漲 沒有降下來的趨向 的趨勢 OK 那 換到這樣的問題 我們怎麼處理 我們怎麼處理 一樣 在我程式 履遞Poyee多次之後 我下這個Command 9 它雖然沒有 沒有馬上 當時沒有OON 但是我下這個Command 9 我就可以 叫這個JVM 先把你現在的 屍體拋出來 先把你現在的 Memory heap 當的出來 當的出來之後 一樣 拿到我們的分析工具 MAT上面去做分析 這是它長的這樣子 OK 那 怎麼入手 左下方有一個 非常好的東西 Duplicate Clacy OK 你的程式 Deployee多次 然後之後 會有 Main Project Space的問題 還有Meta Space的問題 代表你 Deployee上去的Clacy 沒有被Release 所以從 DuplicateClacy 裡面去點下去 你會看到說 喔 這邊有一些 我們系統的程式 比如說這個 這是前面 是我們公司的Package Bing APP OK 裡面有三個 代表它被 Deployee三次 被Hot Deployee三次 OK 其中兩次 所以第三次 你會玩之後 其實前兩次應該被Release 但是沒被Release 它卡在記憶體裡面 好啊 所以這時候怎麼辦呢 一樣 Merge Short as paste to gc root 我要知道說 這一個Clays 為什麼被咬住 往上倒 找到 gc root 好 有了 Java landing application Short down hook 啊 被VM的bug 是嗎 當然不是 OK 我們常說 越Junior的Developer 越容易找到 Java的bug 不過我可以跟各位講 這絕對不是 OK 所以 這一開始沒有任何的線索 那當然 發揮 CSI的精神 我們稍微點一下 因為既然是這個記憶體 裡面一定有我們的Information 一定有我們的線索 所以點點點 先進去 看它所有的 這個BK去Short down Hooks 先把它所有的 所有的資料列出來 list出來 OK 在這裡面 這裡面有幾個東西 但是最可疑的就是什麼 有一個叫做 Hooks 為什麼 因為它的DataType是一個HashMate 其他的都不是collection 只有它是collection 就點進去 看一下裡面是什麼東西 點點點 看到了 裡面 有一個 target org.arvh.login.log4j 它裡面有一個 DefaultShortdownCodebackRating OK 這時候 回頭查一下 Log4j的文件 Log4j2 它自己有一份文件 在Web Application 它沒有 它這邊有標出 其實有標出紅色來 跟各位講 你用Log4j 在Web Application 會有一些問題 所以你最好 把這個Dependence 加上去 Log4jDefWeb 那它在 你的程式 被Undepoint的時候 一些resources 它會被release掉 OK 但是天下太平了嗎 沒有 沒有 這一支程式 還是一樣會有問題 所以呢 同樣的步驟走下去 再去看 再去 重新 Default一多次 把HipDump出來 看到的是 另外一個問題 ORG APAGE Log4j JMX Status Log Admin Mbin OK 這時候一樣去Google一下 這時候它Log4j2 就沒有擺在很明顯的文件 但是呢 我們可以知道說 在這邊我們要再加上 這個Log4j2 Disable 那Disable什麼 它是讓你可以透過JMX 去修改這個你的Log4j2 Log4j2 其實不需要了 因為Log4j2 我們加一個 在Log4j2的Config加一個參數 它就可以動態的 Runtime的去 變更整個Login的Label 所以基本上 我們不需要透過JMX去修改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 把它拿掉 把它加上去 Disable它 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OK 所以各位看到 在我們程式 你Deploy多次之後 這個MetaSpace 有下降的局勢 我們才能確定 這個Vication 沒有Class Loader Leak的問題 OK 所以呢 在這邊我們利用 Dubricate Classes 去找出我們的 Class Loader Leak的Code 再來 從各位可以看到 做個Poset2其實很危險 OK 有稍微一不小心 就容易造成Memory Leak 但是經過這樣子一個步驟 我們可以很容易看到說 到底是什麼 說容易也不對啦 OK 我也花了一些時間 不簡單 不能說不簡單 要稍微花一些時間 假如你第一次做的話 但是 有這個線索 有這個body 你也就是有辦法去 你有這個耐性 你就可以有辦法去找出這個問題 然後再來 在更早之前 我還沒有這個 我還不守MAT之外 之前我還有發現 JTBC其實有一個問題 所以一個各位 但是我現在沒有那個證據 但是我可以 我印象中 你最好把這個 JTBC的Driver Class 放在Container Level 不要放在App Level Application Level 不然也是一樣會被卡住 OK 那這個網路上面也有很多人在討論 應該是被實證的 所以各位可以試試看 好 再來 我們來看Estreaming Case 這個Estreaming Case 基本上 這是某公司的一個Word Pro系統 OK 那他們已經用了好幾年 用了好幾年 那Base在JDK.4 Base在JDK.4 各位可以知道它多久 OK 然後它Crate almost every one, two week OK 基本上每一到兩個禮拜 它就Crate OK 那Crate也怎麼辦 因為它Base在RNI 所以Surrounding的系統 這個是一個這家公司核心系統 Surrounding的系統 全部重開 大概有五十幾個系統 OK 所以可能看到說 欸 Word Pro 這個 這個Word Flow System Crate 所以我Developer站起來 啊 Crate 好 好,確定了沒? 好,開始重開 開始循環 好 Word Flow System開了沒? 開了 好,開了 開始起來 OK 這常常發生的 然後呢 另外更痛苦的是 這個系統重開 再怎麼痛苦 大概二、三十分鐘可以解決 更痛苦的是 正在這重開中間 所有的transaction的資料 全部不見 所以咧 這個IT開始接到 user的電話 啊,我什麼單子的資料不見啊 我什麼單子被卡住啊 現在沒辦法出貨啊 怎麼辦 所以IT又全部陷進去 開始去補資料 開始去救資料 這個資料在哪裡不知道 開始去查db 開始去查send OK 又是 搞不好要兩、三天 甚至上 甚至幾個禮拜 然後資料尊號的話 去救資料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是很大的問題 這是很大的問題 等一下developer的不能解 不能解啊 因為這個系統 是買來的啊 啊,廠商又 又不維護了 我能怎麼辦呢 OK 那這時候 當然 用 我進去看的時候 用剛才一樣的機制 去找到look course 那 那 那個 NAT的分析過程 我們看 因為那個相對簡單 困難的在這邊 怎麼解決 這個系統 那麼的重要 我怎麼去解決它 所以呢 這時候 沒有辦法 得compiler出來 找到哪邊 Auto memory error 得compiler進去看 喔 原來是這個item factory 裡面有個map 這個map裡面一直塞資料 一直塞資料 然後這個item factory item factory 基本上沒有被release 那我要怎麼去解決它 OK 以前有可能 我也 這個 我相信各位 有經驗的developer 也常常做 找到問題 即使沒sauce code 你compiler下去 改到對 再把它compiler回去 這是可行的 但是在這個case 沒辦法 因為它被 upfricated 被混淆過 有沒有看到 這個b 這原來不是b 它的sauce code 一定是其他的 它不是寫程式的習慣坏 才取成b 它是被混淆過之後 變成b 那變成b之後 這樣的sauce code 我沒辦法 再去修改它 再把它compiler 有一些compiler上面的a 有一些compiler上面的a 那怎麼辦 這個時候 想辦法 真的沒有辦法 想到一招 uspecj uspecj 基本上這個技術也很老 也很老 也很老 但是呢 但是我也很懷疑 到底這個問題可不可以解決 因為 一 它是jdk1.4 二 它被混淆過 那我 uspecj 這麼古老的技術 我可不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我要亂在現在的java save上面去 今天能把這個例子提出來跟各位講 是ok的 ok 所以呢 在這個spec裡面 基本上 這個是最早期的spec ok spec 那裡面 基本上這一行就是說 當我在執行這個itemfactory 的new的時候 就是contract的時候 我做下面的事情 我做下面的事情 就是把這b換成另外一個 我外面implement的lr u cage 預設size是1萬 所以呢 在我這個物件被new的時候 specj把它攔截 攔截完 在它new完之後 我把b把它換掉 換成一個lru cage 我保證它的size 是個十百千萬 十萬 所以這個問題 基本上就解決了 這個問題基本上就解決了 所以基本上 這個系統有兩大OOM 都是用類似的手法去解決 在第一次解決之後 還需要每個月去重開 那時候我們還是要定時去monit 這個jpn的狀態 來評估它大概每天增長多少 那我們預估 大概一個月之後要重開 所以我們就 在前 第一個問題解決之後 這個routine大概run了三個月 然後再來解決第二個問題之後 因為畢竟這是一個prodash 剛才做的東西 又要去對付一個被混淆過的call 我們要在測試環境 做個比較詳盡的測試 那三個月之後 上了第二個patch 這個問題就不再發生了 這個問題就不再發生了 所以 我們的developer 就有時間 有更多的時間去處理 去開發新application 而不是陷入在 整個系統crash去補資料的那個rm 好 再來 下一個case IBM JBM加Oracle JDPC 這也是另外一個實戰經驗 我們的環境 應該說這個是我幫我的朋友去分析的一個問題 OK 在那邊環境裡面 有一個IBM的application 下面跑IBM WebSphere 8.5.5 然後IBM J.0.7 Oracle JDPC 12.1 0.1 Data Database 11.2 5.5 好 一樣 系統跑下去 AutoMemorial 那我們就收集了很多的information 把IBM說 該收集的information 假如各位有碰過IBM Auto Memory 有碰過IBM Support 就知道說 那個東西要收集很多 要下一些指令 什麼extractor之類的 把資料全部收集完 丟給IBM Support IBM Support 那IBM Support 過了一兩個禮拜之後 跟我們回信 好 你要increase 沒什麼要塞 4.1 對不對 然後他就說 你要increase prepare statement case 這個我就真的是 不知道怎麼講 那個時候有另外一個重點 跟各位講 GC Log一定要開 GC Log 它會把你的系統的 runtime的 所有的GC 也不能說所有 比較重要的GC的行為 看你的參數下多少 把GC的行為把它dump下來 dump下來之後 你就可以用 GC Viewer去看 OK 這個是那時候 Auto Memory的時候 我們的 GC Log所呈現的 螢幕媒體 最後 這兩天 基本上是周末 沒有人在用這個系統 然後就看這個 記憶體 一直啪啪啪啪啪 往上爬 OK 然後你跟我講說 我要減少prepare statement case 我實在不能相信 因為對我來講 直覺 你要調prepare statement case 基本上就會類似 欸我下一個query 然後這個query 可能回到車上 一堆結果 然後這堆結果卡在那邊不動 那這個行為好多次 maybe 我才會 才需要調整 但是看這個 GC的行為 它就是一個周末 放在那邊不動 它往上爬 往上爬 它調prepare statement 到底有什麼意義 OK 當然第一個 調大max chip 對我來講更沒意義 那 這邊 所以 也是花了很多時間 然後想辦法去reproduce這個問題 在reproduce這個問題的中間 把這個chip dump出來看 OK 那時候各位看這一段chip dump 有什麼感覺 這個block會ppppppb 對我來看我的直覺是什麼 它有 driven 它可能再copy再做lelease 然後捏 point值得不對 所以它release不乾淨 所以有一堆叩叩叩叩叩叩 OK 再回头看 Oracle的JDPC的White Paper 它里面其实有提到 Oracle的JDPC Driver 其实从89、11、12 它为了调整它的效率 所以说它里面其实 Argorithm更改了很多 那细节各位 可以去看我这边的 这个Blog上面有一些细节 然后里面有Reference 但是总归而言 我的直觉 这个JDPC Driver是不是有问题 应该说或者说这个JDPC Driver 配这个IBMJDK是不是有问题 所以这时候根据这个Hunt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所以把JDPC Driver Downgrade到11.2.0.4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OK 那你说这个问题要不要再丢 IBM 问Oracle 那IBM一定是说Oracle的问题 Oracle一定是说IBM的问题 对我来讲没有意义 OK 所以呢 这些 就是跟各位讲 我们有这个Hip Dump 我们有这个手段 我们假设有这个时间有这个耐心 我们是可以试着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靠我们自己的 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来去解决 OK 很快跟各位讲这些经验 要做一个Summary 基本上我在这个简单的头片里面跟各位介绍了一个 介绍基本的Java的Memory Model OK 有这个Memory Model我也在强调 这个很重要 尤其对Developer 你假如对这个Stack 对这个Hip的观念 假如不清楚 那你对你的Memory怎么被Release 你就不清楚 OK 必须要清楚 你才知道这整个基本的概念 这基本的逻辑 才知道你的Memory 什么时候会被Release OK 然后记得 Enable GC Login Enable OOM的Hip Dump OK 然后 当你Crash了之后 不要记得说 啊Crash就Crash了 趕快重开就没事了 把手上的证据把它收集下来 GCHeap Dump啊 GC Log啊 Heap Dump啊 把它收集下来 然后利用NAT这个工具 你是可以 试着去把它自己解决掉 OK 因为毕竟 所有的Inform Magic 都在里面 所以自己的JPM自己救 愿大家的JPM 甚甚不行 阿龙昌盛 OK 好 那我的简单的报告到这边 不晓得各位有什么问题 請說 你好 刚刚的议程很受用 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 我这边刚好之前有一个问题 我们这边的机器是跑在这个POWER PC上面 那POWER PC上面 本来我们的 我们的 他们可以都是跑在这个 这个 IBM GTK上面 嗯哼 然后我们一直会发现说 他我们在 我们在 DEPOLED的时候 他的 等等 我就去看嘛 他的那个Memory 就没有 他的Space没有回收 这样 就没有回收 那我们就乱四 就是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解法 就乱四 我们换成那个OPEN JTK 嗯哼 阿结果他竟然就可以回收 就是 然后我不知道有没有遇过 这种 我不晓得在不同的 VENDOR的那个JTK 在上面啊 你在使用上就是 在这种遇到这种 Memory的问题上 有没有什么差异 就是为什么IPJTK 就是 我们跑起来就是会 会这样 就会换成OPEN JTK 就不行了 主要是我们是用POWER PC 对 OK 基本上我 这一个问题 我没办法 抽出来 我没办法给你明确的答复 但是我可以确认的是 反正 JTK 只是订出来 Oracle 以前是上 现在是Oracle 订出一个Spec implementation 所以我绝对相信 有你刚才提到的问题 在不同的JTK下面 会有不同的行为 那我也很难 一个很 一个一个 概括性的 的说明说 诶 现在在IPJTK 你要做什么事情 那我只能说 可能透过今天的这个方式 给你一个方法 你可以去 下次碰到这个问题 试着去用这样子的一个 手段去解决看看 看可不可以找到 Lucose 谢谢 还有没有问题 请说 后面 不好意思我想要请问一下 就是 因为这些Debug的技巧 就我所知 针对 987 包含7之前的都OK 但是因为988之後 它多了 Lambda语法 那如果说 你程式是挂在 Lambda这一块的话 我们以前过往的这些技巧 都还适用吗 这部分我没办法跟你 我没有真的去碰到这个问题 所以很抱歉我没有给你答 OK 但是我认为 我的直觉 因为 即使是Java-Lambda 它底下还是Object 还是Hib 这一段应该是 底下的这些 Infrastructure Fundamentals 是没有改 认为应该是有机会 还是用通料方式可以解决 谢谢 因为Java基本上 它也是十代久远 它每增加一个Sheet Future 它基本上会非常强调的 Backward compatibility 所以它genetic的设计也非常的 你储通用OK 但是细节就非常的 不能说安长 Dirty 就是有些很多细节要考虑 所以我不认为 它底下的这些底层机制 会有太大的改变 那当然 下次我真的碰到Lambda的 Auto Memory的话 我会特别去分析它 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不一样 OK 各位 各位还有问题吗 不好意思啊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 我们现在 就是刚刚提到的 这个 我们刚刚到MAT跟V修院 V修院是即时看那个Memory的情况 然后这个 MAT是 事后收集尸体吗 嗯哼 那有没有在那个 可以在运作当中 就是拿到一些 呃 它 资讯的方 就是得一些 软体 就是直接可以 我即时看的 不用说把那个Dump出来 可以得一些 一些 conventional也可以 对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OK 各位 今天你假如有个系统 你眼看它快要crash 你用V修VM 你进去看 哇 这个VM 8G 快吃满了 请问你下个动作是什么 OK 有几分 很高兴 啊快满了 我刚好开V修VM 我去Dump 用V修VM去Dump它 Dump它 跟你讲Dump不完 因为Dump出来的记忆体要多大 基本上也是大概超过8G 所以你的V修VM就把它卡持 所以我们过去曾经发生一个经验 左达姓 即时去看 啊快auto memory 所以 一样 远端桌面连过去 V修VM开起来 Dump Dump了30分钟被Dump完 为什么 V修VM本身也在快auto memory OK 所以各位要知道 那个东西 Dip Dump 基本上是把你的记忆 很忠实的把它Dump出来 所以你的记忆体有多大 你Dump出来的File 大概就有多大 那你也大概要 这么 比这个还要大的 比如说8G的Hip Size 你必须要 你用MAT去开的话 你的MAT的 开MAT的机器 基本上要超过8G OK 所以回答你的问题 基本上我不建议 在你快要auto memory error的时候 用 任何的Ownight的Tool 去把它抓下来 OK 那你尽量用Ownight的Tool 去把它抓下来 我承认这样 可能不够及时 但是 这样子问题会比较小 好 好 Java code NAT code 它其实应该是 我印象中 好像是放在Cold Catch那一块 它的Memory管理的机制 好像是放在那一块 可是 如果当那一块有问题的话 我要用什么方式去做一些 Tracing 因为我用过 浩姐 你说什么东西放在Hash Coldcatch 那个 那个就是我去Cold 例如说Cold exe 就是原生 Native OS 的一个 一个执行檔 那它那一块 的记忆体 它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去做一些 处理这样 那这部分 基本上 假如是Native 的话 那基本上要用 OS Label的Tool 去解决 那这部分 我可能就比较没有经验 抱歉 那可能要用 Lilings 比如说什么GDP之类的 那个 对我来讲太深了 抱歉